在一起 佛法之旅 生命殿世 和你在一起 Hello 接下来请收看长老法语 大方广佛法案经 第53 离四监品 第38之一 咱们大方广佛法案经 39品 咱们讲完了37品了 最后现在开始讲 38品 38品呢 叫离四监品 离四监品 这么上头的大段如来出现 说的是 修阴 弃果 生结 我们就知道了 从你发心修行 一直到成就佛 成到佛果 我们从这个阶段 了解到了 就生结 生出结物 在法上 能够理解到了 也到了 现在呢 有一支法 我们也要是进修 进修 要成就普贤 衡愿 就是 一上头的 生结分 一上头的生结分 而达到修成 修成普贤恨愿的 达到这么个目的 也就是达到成佛 所以在前一篇 指的了 修阴弃果 从凡夫发布的心 一直到成佛 在法上呢 生信心了 也了解到了 现在呢 就依着这个法 如来什么走的 如来走过的道路 我们也如是走 就是修行愿 那么这一会 这一会啊 这个法会 李四边的法会 是前头的 因缘国满 解物宗旨了 正式修行 就要 行 其解决 完全是讲的 行 怎么去做 就是不再解释了 就 一起叫横门 再不求理解了 已经理解到了 行 其解决 那这个时候 出的世间法的时候 五眼 五眼就离开了 叫离世间品 离开世间 这是第八会 普光明殿 叫八会 普光明殿 还是以普贤 为会主 普贤 是花言三昧 这个三昧的名字 叫花言三昧 那普贤 木贤 入佛的花言三昧 叫 在一般说的 叫 神会 普光明殿 神会 我们的主要的法 这是 二显法门 说此会啊 不放光 一着解法了 解就是光 前面放了 不放光 说没有放光这个表现 没有放光的表现 古德说 普会 云星 二百问 普会菩萨 他问的问题啊 像空中云那么样多 总结是二百 问的什么问题呢 从头来 法普的心 行普得到 九境成佛 他问这个两百个问题 那普贤 不是要答 普贤没有为会主的 平谢 两千愁 愁 愁答的意思 问一大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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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答了两千 答是普贤答的 但是这个法门啊 就是 如来 二千个问题 二千 答是普贤答的 实际上普贤是说的 佛所说的 一切不是说言说的 都归功于佛了 就佛说的 就佛说的 二千行闻 两千愁呢 就是怎么修行啊 有两千个法门 问者是送 答者是分别答复 分别答说 那这一篇的来意 你就知道了 那么 这篇的来意 专想行法 什么都普贤十大愿不是 愿行 无奈 法愿 修行 没有障碍的 为啥呢 都是圆融的 一行 居住一切行 一愿 居住一切愿 圆融无奈 三会 曝光明变 就是从会的了 本来是达到成佛了 如来现象 又从苦开始 修行又从得 修行得一步一步走啊 如来出现 如来怎么出现呢 再重复说 从头说 如来是行出现 前到生了解物之后 现在依着这个解物 要去做 做 那么 就横其解决 也不再解释了 过去做 做 但是呢 发起的 是普惠菩萨 是十普菩萨之一了 普惠菩萨 普惠问 不先答 以问答方式 严肃持法 严肃持法 宣谈那部分 不跟大家谈了 因为呀 我们有些道友 没法进入 还是依着经文呢 能够容易进入一些 玄奏是很玄妙的 这都是等解 我以上的大菩萨 互相言说 要以着武教的 武松玄业 那么一玄呢 他是对九学说的 初学的人就不适宜了 普惠菩萨 他是从这个 入来成政觉以来 一时对说 不是一个一个分说的 对说都说了两千个问题 都说了个两千问题 大家不是讲玄吗 不讲妙吗 胡安静是最玄最妙了 但是能信入 很难呢 信入很难呢 我们现在呀 培养我们的信心 跟大家不是读书《华严经》吗 读书的意思 就是使你的 怎么样能够获得利益 咱们要从名字上看 离世间呢 说离开世间 要这样来解释 完全错误的 完全错误的 离世间是不离世间 是反过来说的 因为 说法的主 是利益众生的 是救度众生的 是利益世间的 离世间品 把它解释成为 类遗世间品 不是说我们离开世间 那还度什么众生了 你离开世间 还度什么 佛法在世间吗 不离世间局吗 因此呢 不要从文字上解释 从离世间 离世间 说脱离世间 不对的 这是离世间而不离 因为众生要闻法 菩萨要在世间 立于众生 菩萨立于众生 那时候 在陈儿不言 在世间 不言世间 并不是离开世间 离开世间 还哪说法呀 在世间 不言世间 因为要说此品 前都是入来现象 成了正觉了 现世间了 说他的来由 再重说他的来由 说叫离世间 明明如来 在世间 弘法 成道 而要说 佛是离世间 这样来理解离 理解这个离 为什么还是 普贤普责说呢 古德有这样问候 因为这两千法门 是普贤普责常行的 大家都十大愿望吗 都普贤横平 普贤普贤永远如是行 都是他自己所做的 就是普贤普贤 自己说自己 所修行的 你大概说 不是详细说 有这么两千 就有两千法门 是那个文法的 文法的 闻到了 就仿效 普贤菩萨 他怎么做 我也学样 我也这么做 这叫行普贤行 行普贤之行 这个道理吗 很容易懂 行了普贤行了 就能够四线 成佛 行了普贤行 就能达到上一品 如来出现 所以说 此品还是普贤普贤 说 说什么呢 说普贤行 这就是咱们的法门说 普贤横远 但是要与佛的 法身 法身 所现的智慧神 智神佛 法身 所现的智慧神佛 那没有什么成佛 与不成之说 一如的 一如意的 所以 佛 法身 佛的智神 都在普贤的 恨愿之中 显现 对 你普贤不是说 那就说了 十座 十行 十回向 十地 乃至到十一地 无畏 为什么不说 实现呢 信没入畏 这五位是指十一地说的 这是华严经 这样分的 其他的经论 不这样分 不这样分 就是你的 一份 一份 觉悟的心 咱们断了五十一 烦恼嘛 就是 形容着 能治那一些的祸 能治那一些烦恼 达到 祝佛的果位 成就佛国 所以把这个 同名 普贤 乃至 放光啊 如来放光啊 放种种光啊 那 都是形容词 前头都是形容词 形容着光里头 含着普贤的 这两仙法门 到后头来 才总说 到这个 初发心 到决心圆满 达到究竟了 时候成就了 那一缘一切圆了 成就就圆满 但是呢 不要在数字上 不要在数字上去示威 为什么 咱们前头说 十八十一 那么远 无量的 阿生结 就是一念嘛 环境就这讲 一念结而已了 一念 十 没有个长远 也没有个近 一念 无量结 无量结 其实一念 是华严经 这样结色的 无量祝福 无量祝菩萨 无量祝福 同号 如来的号 都叫普贤 无量的菩萨 同号 还叫普贤 普贤的法门 还叫普贤 都叫普贤 一 就是一切 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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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钱都讲 在十定篇里都讲 普贤 在初会中 讲普贤 乃至于到 皮鲁哲诺 自行普贤 皮鲁哲诺 修普贤 横 叫自行普贤 都叫普贤 咱们现在 每位 发心者 送普贤 横圆的 都叫普贤 乃至于学 华严经的 法拉普贤 都叫普贤 是信位的 信普贤 是信位的普贤 是座位的 座位的普贤 行位的 行位普贤 回向位的 回向普贤 实地实地普贤 究竟成就 还是普贤 如来 名字 加明男类的 加明男类的 在前头的 现在如来出赢品 文书实地普贤 问普贤 普贤是肉 文书实地是体 根本字的体 问普贤行 可能大家回顾到的 因为普贤 说的是法门 这是令普贤 说法 文书问 是从他的体 而起的肉 说如来自 而起的文 普贤的肉 那呀 文书是对普贤而肉 肉从体身 体从肉贤 文书普贤 普贤文书 那下文就讲到了 这样子 到驴寺间篇 乃字为道 如法界品 那就是 容跟体 合我为一 文书的字 普贤的横 二合一 有文书的字 才能够令普贤的大容 乘字而起的大容 这个在前头的 史定品 或者现在的 黎世间品 都充分的显现 充分的显现 二十四孙 在摩羯提国 俄老爷 俄兰耀发菩提唱 普光明电 所莲火障 实施之状 妙物皆满 二行荣诀 达无相法 注意佛助 得佛平等 道无障处 不可转法 所行无奈 力不思议 普见三世 深恒充满一切果斗 自恒明大一切诸法 了一切行 尽一切义 无能彻身 一切菩萨 等所求自 道佛无二究竟 悲难 举入来 平等泄脱 正无中边 佛平等地 举法界 等虚空界 妙物皆满 妙物皆满 佛所正得的 玄妙 不可遂的理性 那就说明了 妙物皆满 具足了二十一种功德 你想念的都是佛所具足的功德 所以说 妙物皆满 二恒隆诀 达法无相 助于佛助 这都是妙物的 这是妙物的 那显佛的呢 智德 断德 能德 坐容 平等德 这叫四德 咱一般讲三德 黄金要讲四德 是的 这四德呀 都是自立立堂 自立堂 妙物皆满 二行容诀 二行啊 就是佛所指导的一项的功德 功德 对着 账 一些业账 一些账 货账 账 这两种 这两种 自立立他的二行 这两种 自行圆满了 利他成就 如来的果德了 也圆满了 冗绝 冗绝 冗绝的意思啊 就说是 不采取 对着自己 利益 众生 这些个行 就是 这个意思 说佛 没有不知道 没有不圆满的 固于冗绝 再说 知 和不知 两种 只众生 一些根基的 与没有修之前 不知 众生根基的 嗯 嗯 对 现在都解决了 这个是 拿身为来比 极远的 不可思议的 世界和出所 佛 没有不知的 那 一切菩萨 生物圆绝 就不能知 所以 有知 有不知 知是一行 不知是一行 佛 没有这个了 永远断绝 无所不知 无所不知 所以 容觉 二恨容觉 就 佛 无所不知 佛 能知 一节的事 看一个众生 知道 这一个众生 他一节 无量一节 所行所做 佛 都能了解 二生 与一般的菩萨 不能知道 所以 菩萨跟生物 有知 有不知 佛 没有这个 知也不知 所以 二行容觉 达无相法 达无相法呢 有相 无相 有相 是对无相说的 无相对着有相说的 举个例子说吧 昨天有人问我如何作禅 他华 他华 怎么讲作禅 禅宗嘛 禅宗啊 就作禅 作禅两个字 怎么解释 大家知道禅堂 有块匾 选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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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选佛的 选佛的 咱们现在讲究成佛了 如来现象 跟传宗所讲的 那个 顿超之肉 立正菩提 两个不一样 佛有这么多 力生的功德呢 那个顿我成佛成佛吗 那作禅什么意思呢 做 咱们这是大作 谁在做吗 有身体啊 身体在做啊 身体是有相法 做 无相 人和作禅 无作 无相 无相 禅呢 禅是思维修啊 是定啊 那就无念 无相 无念 就叫做禅 我是这么写解释的 因为 有念 就不叫禅定 不叫三昧 有能做 就所做的身体 那这个身体不存在 无相无愿 我们经常讲啊 我们讲的禅意 环境讲禅意 广大入法界 必经入虚空 做的时候 光空 光无物 到到无物 到到空 真空绝相 环境的含义 心呢 是禅 禅定下来的 禅下来的 无心到人 无念 这就成就了 无相 无念 作禅 作禅 阿姆 现在讲这个 一切菩萨的 所有的智慧 菩萨智慧 菩萨利益 众生的时候 没有个众生相 没有个我相 没有个人相 没有能度的 没有所度的 能度的是 我所度的是众生 这个相没有 这个问题 下回再讲 二十四尊 在摩基提古 何兰有 法菩提厂中 普光明殿 做莲花账 狮子之作 妙物皆满 二行荣诀 达无相法 助于佛助 得佛平等 道无障宠 不可专法 索性无奈 力不思议 普见三世 深恒充满一切国道 自恒明大一切祝福 了一切行 能见一切一 无能设身 一切菩萨等所修作 道佛无二 究竟悲难 居如来 平等邂途 正无中边 佛平等地 见于法界 等需空间 此会的说法主 四尊 是说法的主 出所 摩执提古 俄罗云法菩提厂 普光明殿 这是三会 普光明殿 做莲花账 狮子之作 妙物皆满 妙物呢 这是 佛现在所达到的 物解的之理 那么就是以下的 这一共是二十一种功德 二十一种功德 那以下的所有文宗所说的 这是妙物 妙物 满者呢 是满足了 满足了 成满了 这里的包含的是 妙物 解满 就包含佛的 智慧的德 断惑的德 能德 平等德 含着四种德意 德意 所以故于妙物 解满 二性融解 要自断烦恼 烦恼 所知障 都断除了 无障奈的功德 无障奈的功德 说一切障奈 都容远绝了 那么因为达到无相法 达到无相法 无相是对着有相说的 这个是对着前头二行说的 有相 无相 都真如清净 渐入了无相法的功德 无相法 欺辱了无相法 达到了无相法 什么是无相法呢 就是真如法界 铁树真如法界 达到无相法 所以注意佛住 住在佛的位 进入佛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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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中的说是佛 已经达到无公众道 无公众道 所有公众的佛事 一切佛事 接近 那么这个住 形容的是无住之住 无住 无所不住的意思 住于佛住 佛住是无所不住 随一切众生的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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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做一切佛事 荣无修行 荣无修行 因此得佛平等 得佛平等 得佛平等 佛政的究竟法身 法身是平等的 佛佛都是道同的 诸佛 他有三种事 无差别 诸佛都于自而圆满 以地智慧相同 平等 智慧平等 而这一众生的异药 乐于众上 平等平等 而华度众生的众生的众生的众生 平等 所以说得佛平等 佛佛道同 一切众佛都如是 到无障处 障呢就是障奈的意思 佛已经达到了 无障奈了 无障奈是怎么来的呢 对着所有的障 产生了成就 成就一些功德 所以佛一切是 所修的觉悟的智慧 智慧 所以能把一切障 都对着了 消除了 因此呢 到无障处 不可转法 降服一些外道的功德 转不可转的法轮 无能动辄 所行无奈 佛在世间立众上 无奈 在世间不为世间所障奈 能转世间 不为世间所转 一般的说 八法 哪八法呢 耐真毁于成就苦乐 八法 一反一正 不能做障奈 所行无奈 利不思议 难得以正法的功德 难得以祝福的教 难得以教唤 这是不可思议的 能够普见三色 过去 现在未来 能够未来受众生受祭 法和经上说 给一切众生都受祭 佛能知道过去的无量劲 知道穷过去无量劲事 也尽未来的无疆事 所以佛的法身 是充满一些果斗 在世界上 所有有人 有众生处 都有佛在 独众生 一个德 一个法 德是行菩萨道的 利众生 法是 是法身 片满一些处 至恒明达一切伏法 说佛能断一切众生的疑惑 佛的智慧啊 了达一切 能觉众生疑 说明达一切诸法 即不但明达诸法的理体 也明诸法之相 了一切行呢 就是能够令一切众生 如种种的功德 种种功德 了一些行 同时了达一切众生的行为 转化一切众生 要照佛说 佛骗于一切有情界 能够随众生的根 而酸化他 尽一切众生的根 要见一切众生的根 要佛自分说呢 佛已经正在发提了 究竟圆满了 无能彻身 就是佛所出现世间的 世间一些圣洁的功德 随一切有情 他们所理解的 佛都给他们解释 能够现身给他说法 没有分别 佛的身不可撤 不论法身 道身 化身 都不可撤 一切菩萨等所求自 能够调伏一切 能够给无量菩萨 做所依止处 能调伏一切 有情 一切菩萨等所求自 就是无量菩萨的 所有要想求得的智慧 佛都能满足他们 正得了菩萨 所要求的智慧 就是佛自 佛自为一切菩萨 所求的智慧 道福无二究竟避难 这是平等法身 波尔波罗密多 波罗避难 就是波尔波罗密多 其实如来 平等泄脱 祝佛四现的果斗 像极乐色也跟 索布世界 在众生看着不平等的 其实就祝佛与佛说 平等的 都是能够究竟 达到避难的 平等没有二字一 法身没有二身 就是这样的一个含义 平等到避难 具如来平等泄脱 佛 佛佛道同 都具如来 佛的平等泄脱 正无中边佛平等地 佛的三种神 不分界限的功德是无量的 这个是桌分主是法身 法身的没有分别 没有分级 那么一切受众神 法身 华身 是从这 法身而起的 法身平等部 暴化 一平等 禁于法界 就是穷众生的生死 长线利落 一切有情的功德 是禁于法界等需空见 这一共啊 弦到这等文集共有 二十一种功德 就是解释说 四尊在摩羯特国 法菩提常作菩提座 莲化 莲化四尊 就是佛 究竟圆满了 圆满了 那圆满的功德呢 上头举了这二十一种 这是佛的智 法菩提常的 只占佛的功德 那么与会的大众 佛是说法的法主 那与会的大众呢 还有无量菩萨 有无量菩萨 也不可说 百千亿 诺佑托 佛刹 微神说 菩萨莫和萨 有好多菩萨 有百千亿诺佗的佛刹 莫为微神 一微神 一粒微神 一粒菩萨 那就有这么多的 菩萨莫和萨 那这个法会的菩萨 都不是一般的十地位的菩萨 都是十一地菩萨 那么咱们知道 前头 咱们前头讲了几品啊 普贤菩萨给十一地菩萨说法 说的如来出现 现在离世间 先说如来 教化主嘛 跟前头的相合的 而且与会的菩萨啊 不是十地 十地以上的 十一地菩萨 都是跟美赖菩萨相当的 一生成就会 多了三么三么的 但是不是 从一个国度来的 从他方 种种的国度 而来继续的 这些个大菩萨的 菩萨的方便三角聚会 都就是如来 都在无量无边世界 化度众生 有些哪些智慧呢 以下前头说 佛的二十一种功德 以下说 这个与会大众菩萨的功德 这些菩萨 都能够 善能观察下众生 以方便力 令其调伏 读菩萨法 善能观察一些世界 以方便力 普及网易 就到一切 有情众生界 一切国度 力化众生 网易 一切国度 就化一些众生 像咱们前头 说那个 普贤菩萨的法会当中 十方无量无边的 跟普贤位置相等的 都叫普贤 和从无量国度来的 包括这些菩萨 善能观察涅槃境界 思维求量 容尽一些序论分别 而行 妙行 没有间断 说这些大菩萨 所修行的行 这是妙行 从来不间断 善能设生一些众生 善若无边 无量 诸方便法 只众生空无所有 而不坏业果 了到众生界空的 但是众生的业果 还不能消失的 那菩萨还要教后 就是不坏业果 了到法性空 不坏众生的业果 这两句话 我们大概可以体会到 所以说 咱们讲 欢迎前道 广大入法界 究竟于虚空 但是众生的业果不坏 那就众生还随意受报 所以要菩萨来度他 这些菩萨 了到也信空 也了到众生不能成就 人业果不坏 散知众生心 使入根警戒方便 直到众生的心 也知众生的业吧 业障吧 直到众生的业障 获障 直到众生的警戒 但是菩萨也方便散巧 种种差别 把受众的佛法 自己了解了 自己了解了不算 还为他说 这就是话都众生 把自己正解 把自己说了解了 都拿来供养给众生 就是话都众生的意思 于是除四 四间法 除四间法 无量诸法 皆散难诸 难诸一些法 为什么 直到诸法真是相 这是随原意 难诸是难诸法性 直起真实 诸于法性 但是能随原 云有为无为 一切诸法 习善观察 那个善于分别 有为法无为法 知无有二 直到有为 即是无为 无为成就有为 有为无二不二 这个就前都讲很多了 这重复这些大菩萨 他们的方便散巧 与众生的方便散巧制 与一念中 一念之间 能够把过去 现在未来祝福 所有的智慧 这些大菩萨 在他一念中 能把过去 现在未来 三十祖父 所有的智慧 念念息思 那么他 渐渐能达到成佛 实现 成等正解 令这众生 发现成等 一个众生 心之所缘 吸着一些众生境界 从一个众生 他心来所缘念的 菩萨 就能够从一众生 了知一些众生境界 知一 而知三 知十 知百 知千千万万众生 直到众生的业 虽若入来自帝 这些大菩萨 都能够成佛了 入来自帝 但是呢 而不舍菩萨行 能成就佛国 但是还要行菩萨道 而住所住业 自会方便 立业众生 而无神可斗 所以说无所做 做即无做 而无所做 唯一一众生 住无量节 菩萨为了度一个众生 可以随顺到无量节 把他度了 乃至一一众生 度入室 而有活生期间 难可自愈 转正法轮 调伏众生 俄成期 那也放无量啊 就是很长的时间 很长的时间 难得之欲 这些大菩萨 那菩萨对于一切众生 常识转法轮 调伏众生 不舍弃 不堂捐 不堂捐的 堂是堂丧 居然是捐气 堂丧捐气 就是形容着 没有利益可得的意思 不堂捐 菩萨利益众生的工业 不堂捐 一定有成就 不是白白的 一定要把他堵成 能够把祝福的 清净哼愿 过去 现在为了祝福 一切的清净哼愿 要普贤哼 普贤愿 这些大菩萨都捐出了 皆也捐出 成就入室 无量功德 一切入来 无边界 说不可进 孟参老和尚 1915年7月13日 身于京吉林省白城地区 1931年 在北京房山县都率死出家 一生学通显密 教童八宗 畅讲华言 力宏力藏 虽蒙雷谢之灾 三十三载 弘法兴致未曾烧歇 于2017年 11月27日 在大陆武台山 安详市集 享受103岁 感恩孟参老和尚 一生眼说大称 少龙佛种 缅怀风范 祈愿老和尚早日 趁愿再来 慈敏独钟 力乐有请 护持中华国际诗实协会 邮政华波 护名社团法人 中华国际诗实协会 华波账号 50396819 50396819 银行账号 银行贷号 土地银行 005 账号 012-001-205-666 012-001-205-666 生重灾食 素食银行 慈悲便当 烟贡香 粉 药贡包 香 弱势关怀 不食懂物 魔法人 血清 神 味受 字幕 涨 私 tert 柏柳一上標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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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奈良是日本佛教最古老的發源地 那我們今天要去參訪的這座飛鳥寺 裡面供奉的就是日本第一座佛像 還沒綻放在凜冽的寒冬中 是澀澀冬日裡帶著一抹清香的顏色 奈良是日本最古老的佛教發源地 飛鳥寺它原本的名字叫法興寺 然後是飛鳥時代的一個政府大臣蘇我媽子 他發願建立的寺廟 飛鳥地區的飛鳥寺 建於西元596年 供奉日本最古老的釋迦牟尼佛 當時從百祭迎來了佛設立 政府大臣蘇我媽子便發願建立了此寺院 最早稱為法興寺有佛法興盛之意 隨著政治中心遷移 隨著政治中心遷移 曾經相伙伴盛的大寺院也逐漸衰落 飛鳥寺現在面積 如一小巧寧靜的院落 但在最初 是一座東西長200公尺 南北長300公尺的大型茄嵐 飛鳥寺曾遭數次助容之禍 大佛也曾曝露在室外 任由風吹雨淋破損嚴重 直至後來有人為了大佛造了現在的佛堂 稱為安居院 佛像才得以安頓 現在佛像上仍能看到修復的痕跡 現今 飛鳥寺已不復當初的反勝 它靜靜的藏身在奈良飛鳥地區的存落中 觀望世世千年 一生浩然 鳴結在心